《約拿的託告》 讀經約拿書一章十七節至二章十節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咬約拿 她在餘福中三日三夜 約拿在餘福中託告耶和華她的神 說 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 你就應允我 從陰間的深處呼求 你就苦聽我的聲音 你將我頭下深淵 就是海的深處 大水環繞我 你的波浪紅桃 都慢過我身 我說 我同你眼前雖被驅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 珠水環繞我 幾乎淹沒我 深淵圍住我 海藻纏繞我的頭 我下到山根 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 又還我的神啊 你卻將我的聖命從坑中逗出來 我心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 我就想念耶和華 我的託告 進入你的聖殿 達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 離棄連愛他們的主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 獻祭於你 我所許的願 我必常華 救恩出於耶和華 耶和華吩咐雨 雨就把約拿套在罕地上 聖經只是簡單的記載 謠華 安排一條大魚吞尿 約拿 約拿書一章十七節 這是不是真的發生過的呢 聖經說是 耶和華也說是 歷史上也曾經發生過一兩次 人被大魚吞吃的事情 被吞的人後來證實更生還 有人指出 除了約拿之外 一切約拿書當中所記載的 都對神信服的 風昂聽從神的話 船員聽從神的話 大魚聽從神的話 而且聽從了兩次 後來的秘馬和松子也聽從神的話 不過 這位神的環境固執的牧人 他是遲夜了 僅僅三天才開口口告 呼求神的救助 我們可以將第七節 意義為 感覺著 生命漸漸離我遠去的時候 何開口 向你呼呼 耶和華 祂向著耶路撒冷 神的殿求告 因為神曾經經他過 必然在那裡靈經他兒女的聲音 在餘福當中的約拿 竟然表得聖滅的方向 請你留意約拿所用的措詞 第二節 祂說 我求告 我呼求 第四節 祂說 我說 第七節 我就想要 第九節 我許願 還有最後第九節 我必 走了幾場的路 祂才終於走到這個境地 祂的路 本來可以很不一樣 是神的手一直在祂身上 直至祂最終幸福 神再次開口說話 不是對約拿 而是對大宇說的 當約拿再次 踏足在干掉之上的時候 祂知道 神赦免了祂 灰改帶來了即時的赦免和復活 在下一章 我們就會看到 神怎樣給我拿第二次機會 我們今天基督徒之間 亦未必願意彼此原諒 但在神 祂是永有赦免之人 當神赦免之後 祂就即時忘記了祂的祂 我們會失財 我們會大家互相 祂祂 結束 我們會那些日子 都並不算 祂和 movement 祂跟我們一起 祂祂發生 祂來祂 從小最後 祂來祂 祂祂 祂我們可以